Hello 大家好 我是PCI Online 的 YY 前两期我和大家讲了一下 那个显示器的尺寸和面板该怎么选 这一期又来讲一讲我们不太注意 但是又需要注意的一地方 上一期我们聊到那个面板怎么选的时候 我们提到TN屏是原生6BT面板 而IPS屏和VA屏是原生8BT面板 那这里的6BT和8BT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BT指的就是数据的意思 可能这么解释会比较抽象 然后为了更好的解释 我现在做一台显示器 我现在做了一台面板为EBT显示的显示器 在二进制数据中数据由0和1组成 那么这块面板每个像素点能显示两个层次的颜色 而每个像素点是由RGB3原色组成 所以这个EBT的显示面板最多可以显示8种颜色 这个颜色完全不够看 那我们继续让技术稳稳把这个面板升级一下 我们之后造出来了一个2BT的显示面板 2BT的面板能让RGB3原色每个颜色显示出4种层次 那么这个面板最多就可以显示出64种颜色 这个提升还是蛮大的 我们继续技术升级 我们最终造出了一个8BT的显示面板 有了8BT的显示面板我们终于能让显示器能显示出256种颜色层次 这时候我们的显示面板总共可以显示出1670万色 那如果我们把显示面板升级到10BT呢 那最终我们可以达到10.7亿子 到了8BT和10BT的时候 我们的颜色显示就非常细腻了 颜色我们提升上去了 那么为了让整个面板显示效果更好 我们还要了解到一个γ值 γ值是我们一般选择显示器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 如果你们有看过显示器的评测文章的话 会发现显示器的评测文章里面会有γ值测试图 这时候γ值等于2.2这个标准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那这个γ值等于2.2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是实际过程中的目测而制定的 没有听错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计算 就是一个目测结果 1996年微软和惠普在特定的光照条件下 然后测试人看显示器有什么感受 然后最终制定的γ值等于2.2这个标准 γ值对于我们看显示器来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简单来说γ值代表的就是颜色和亮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合适的干嘛值能够拥有很好的一个细节呈现 还原真实的画面体现在一般感受上就是画面是否过爆亮度是否过高 或者是在亮度太低的时候画面的细节呈现够不够丰富 你们在选显示器的时候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显示器的评测文章 只要演显示器的硬性数据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就可以放比较放心的选择了 好了本期视频结束 你们还有关于显示器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视频文章下面留言 下期或者下下期反正有机会的话 我会解答一下你们关心的问题 我是YY 我们下次见